大家好,我是楓 我們今天來蓋女巫塔吧 在之前直播的時候我已經花了一點時間 把這個女巫塔第一座已經蓋完了 因為我們還有另外一座 所以我們今天就把另外一座也完成囉 我們這個女巫塔的範圍內 女巫塔的範圍內通通要疊這個可以生成的方塊 並且在外面我們留一圈 那就切齊這個女巫塔最下面的邊緣 我們先把這個範圍先框出來 這個女巫塔的範圍經過規劃之後 有三層可以生成女巫 我們先把第一層先鋪出來 我們往這個方向集中 然後再把東西送過去 這樣子的話可不可以呢 1 2 3 4 5 6 7 剛好 所以這一個讓它往下掉 我們這一個是水流 那這兩個就是紅石器官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會放半仙鉤 像這樣擺 我們在女巫小巫範圍 外的這一個再往外疊高兩個 像這樣 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也是一樣 往這個方向排 所以這個地方都要有半仙鉤 一定要在範圍外 因為我們這邊把這個 生怪的亮度顯示打開 如果我這個時候本來這一個可以生怪 我放了半仙鉤 不管是放下面這一個 還是放上面這一個 它都會導致不生怪 所以這一個一定要記得 不要在女巫生成範圍內 這樣子會影響到它的生成大小的 這個生怪容積 我們就在第二格放半仙鉤 像這樣 這一格就不用放 因為這個是水 一樣疊高一格 就是在設計上要記得 所有可以生成女巫塔的空間 就只生成女巫就好 我們在半仙鉤 選擇一面 兩面都可以 選擇一面 在半仙鉤上面鋪紅石 像這樣 然後在這最邊緣跟它 切齊的部分放一個紅石火把 做薰化反轉之後 再把這邊的紅石線也把它接起來 這個時候我們都會激活 裡面就可以倒水 像這樣 如果這個半仙鉤 中間有線接起來的話 像這樣 它就可以去觸發這個機關 讓生成女巫的時候 自動把女巫往下推 要怎麼確定它能夠都接好 你要看一下這個半仙鉤 上面是不是都已經接好線了 像這樣 所以女巫只要在這邊一深層 它水就會被打開 直到它被沖下去 好 那這個地方我先保留 我們等一下再把它挖掉 所以剩下兩層的結構 相同 用相同的方式把它蓋起來 我們這個地方水完成之後 就用實體方塊把它疊起來 這樣 然後 兩格高的深層空間 第三格我們要再疊 實體方塊 一樣的結構 然後 再來是我們要放紅石 然後 再來是我們要放紅石 然後 再來是我們要放紅石 一邊就可以了 一邊就可以了 然後做個反轉 然後這邊也鋪紅石 然後一樣鋪水 這邊這邊 所以這個結構其實相對其他的這個生怪塔 在建築上是比較簡單的 然後一樣 最後一層 最後一層 我們把這個屋頂再蓋起來 這裡 這裡會發現一個 就是比較要注意的 就是說 如果你的結構 在這個設計的時候沒有問題的話 應該是會剛好三層 也就是最後一層的地方 會剛好是在最後一個 就是你看這個高度的地方 剛好會有一格可以生成女巫 這樣才可以 還是正確的 一樣 這邊兩個高 然後這個要鋪地板門 好 再來是我們要反轉 這裡反轉 然後這邊也一樣鋪紅石 然後裡面通通鋪半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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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線都接上囉 再來就是把水倒上去 好 那最後我們來做個封頂的動作 好 最上面呢 為了防止生怪 我們這邊用玻璃 當然你可以選擇用半磚 這個沒有關係 這個看你需要什麼 就用什麼 只要能夠防止生怪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什麼 插火把 這個都沒問題 這邊要特別注意的就是說 我們所附的材料表 只是針對紐巫塔的部分 就是紅石的部分 那因為我這邊是結合二連紐巫塔 所以要需要材料有很多 很多的玻璃 很多的方塊 可是因為你們在蓋的時候 可能只需要這些紅石 所以在準備材料的時候 只要針對紅石的部分 那至於你要蓋多大 你就多準備多少的方塊材料這樣 我們就直接往下了 來 就喔呦這個 好我們不要動 我們這個時候不要動 我們往上直接疊 疊到剛剛算了33 這一個齁 33這一個是會剛好收集女物 所以這一個會是漏斗 那漏斗下面我們要接 漏斗下面我們要接 漏斗下面我們要接 投擲器 來 這樣 好 在投擲器的後面我們用比較器去偵測它有沒有物品 像這樣 然後呢在這個比較器的 斜下方放一個黏性活塞 像這樣 我們在黏性活塞上面放偵測器 我們在黏性活塞上面放偵測器 投擲器的方向放一個偵測器 然後呢在另外一個方向 另外一個方向 這個可能要先挖掉 在這個方向的投擲器跟偵測器中間放一個偵測器 我們測試看看裡面有東西會不會投 會了嘛 就像這樣投 每一格都應該要會 再來是我們把漏斗放回去 漏斗的高度我們剛剛計算過是33 因為最上面是63嘛 往下摔下來剛好33 也就是26顆26滴血加上4個 剛好30個 63-30個就等於33 所以女物原則上會在這邊剛剛好 結束這樣 那我們再來是要把這整個外圍呢 把它往上疊 疊到它可以全部切齊 再來投擲器下來之後會有個水道 我們要計算一下水流的這個長度 1 2 3 4 5 6 水可以流7 第八格我們要往下降一格 那這個是水流嘛 那我們剩下就可以把它封起來 把這個地方一樣 把這個地方一樣 鋪到對齊 然後這個地方我們一樣把它封起來 好 這樣 好 這是水道的部分喔 那我們水道等下過去匯集完之後會跟它對齊 我們先把這個部分喔 所有的外牆先鋪起來 疊到跟天花板一樣高之後我們就把天花板蓋起來 水流管道是這樣喔 它剛好留在最末端的地方 我們下面這個要換成冰磚 它的原理是這樣喔 換成冰磚 這樣 然後呢 就繼續鋪八格過去 像這樣 直到跟那邊接起來齁 那在冰磚這一個要記得 要放一個半磚 像這樣 在這個石磚的上面 我們要放一個玻璃 這樣子這個石磚上面就不會生怪 因為它畢竟在我們的範圍之內 這邊一桶水 多快的速度吧 喔 我們剛剛的方塊 我們這邊 我們先拉過來一下 把它剪一下 我們去把這個尾和瓶先關起來 這邊我們先把它關閉 好 確定東西沒有噴完之後我們再回去喔 好了 我們就進去吧 那經過一段時間掛機呢 我們這個女巫的這個掉落物呢 其實速度呢 還是非常快的 所以呢 其實二連女巫塔呢 在生存中 如果有機會找到 之後我只要需要粉末 包含像 螢光粉 紅石 火藥跟糖 那甚至還有一些其他的掉落 如果像蜘蛛眼 如果有需要的話呢 可以透過掛機的方式 輕鬆取得囉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內容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來吧 掰掰 我們可以這樣嗎 吃一下 我們可以拍一些 我們會不會吧 趁機